嗨,大家好,我是Jack C 今天拍这个视频呢,是想跟大家讨论讨论意大利这个国家 意大利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 你看这个武汉肺炎啊 为什么意大利能成为武汉疫情的重灾区呢? 我个人认为啊,其实是跟他们的人名 人民的性格有关 我们都知道意大利人非常的浪漫 其实早在前些日子 意大利政府就已经宣布伦巴迪地区封城 当时候疫情已经很严重了 你还可以看到一大堆人跑出来示威抗疫 他们不愿意待在家,他们生性浪漫啊 而且示威,你在这些示威的人群当中 可以发现到绝大多数人既然是没戴口罩的 所以,看伦巴迪地区现在搞到一发不可收拾 疫情才会那么的严重 其实呢,意大利人呢 他们生性浪漫 我个人觉得是有迹可循的 早在一战之前 意大利就有一个外号 在众多西方列强之中 人们都叫他穷光蛋帝国主义 当时西方列强都到处到世界各地去侵略那些国家 意大利人也不例外啊 在1896年的时候,他们进犯了 埃塞尔比亚这个国家 埃塞尔比亚,也就是现在的阿比西尼亚 是非洲一个非常非常落后的国家 当时可以算是土部落的国家 就还属于在那种 总之是非常落后的国家就对了 一万七千名 意大利军队武装到了牙齿 手持长枪大炮 进犯埃塞尔比亚 结果被当地的十一万土人 十一万土人打的是全军覆没 据说当时的意大利总司令 还因此被俘了呢 过后意大利没办法 只能被迫承认埃塞尔比亚独立 为此还赔款了一千万里拉 和两百万美金 你想想看 一个西方列强的国家 竟然像一个土部落原始时代的国家 赔钱 这是一件多么丢严的事情啊 而埃塞尔比亚也在反侵略战争史上 留下光辉的岁月 因为他们很庆幸他们对手是意大利人 意大利人生性浪漫 爱好和平啊 只要不打仗 吃冰淇淋剃出去什么都行 就不要打仗就行了 我们知道一战的时候 起初意大利人 意大利是属于同盟国成员之一 他们跟德国还有奥匈帝国结盟 结果一战爆发的时候 德国的威廉二世写信给意大利王帝 艾满努埃尔 告诉他 你应该履行同盟义务啊 赶紧出兵啊 这意大利人说 这意大利王帝回说 我们国家穷啊 我们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啊 这样吧 如果你能 赞助 你如果能提供我们一些战略物资 我们就可以出兵帮你打仗 结果那个清单 结果那个清 德国威廉一打开那个清单一看 马上把那个清单丢在地下 啪 哇 这是他要的这些战略物资 如果全都给意大利的话 那德国士兵就只能拿着木棒去打仗了 意大利人要三百万支步枪 两千个火炮 还有两千个火车头 如果这些都给了意大利 德国人还打什么仗啊 所以威廉二世很生气的说 拉倒吧 少意大利 多一个意大利也不多 少一个意大利也不少 就开战了 就两年之后 协约国就去忽悠意大利 诶 德国老大哥不带你玩 你跟我们玩啊 反正你要的领土是在奥匈帝国境内 打赢了 我们就把这些领土给你 可能当时意大利可能也没想明白 他才会参加 他才会跟同盟国合作 加入同盟国一方 所以现在英国 这些协约国忽悠意大利 意大利就马上说 好啊 他们马上向德奥宣战 这一宣战 协约国后悔到厂子都清了 协约国当时 战力已经非常吃紧了 他们的兵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还派了九个师 去支援意大利 连德国 连葡萄牙和 俄国 他们已经惨到非常惨的地步 他们还派了一个师去支援意大利 你知道吗 据说当时有150名德奥士兵 挺着 挺着 那个 刺刀 一冲锋 马上 就抓了九千名意大利战俘 所以我就说嘛 意大利人真的是不适合打仗 他们身心浪漫 只要不打仗 吃冰淇淋 剃球什么都行 战争结束之后 意大利人 也要讨战利品 但协约国 一个战利品都不给意大利 你的贡献是负的 还好意思讨战利品 因此呢 意大利人也开始心生不满 这也就为了之后二十年后的二战 埋下了伏笔 预知 意大利在二战中的更多故事 请关注我接下来的视频 谢谢 谢谢